哈喽大家好 今天这期视频的主题呢 是人物捏脸复刻周迅 这是我在网上找到的一些周迅的照片 我觉得可以作为我这次捏脸复刻的一个参考 这是我在母女工房里面随意下载的这么一个小人 那性别只要是女生 那我就可以在此基础上慢慢的修改 把它整修 然后整容成跟我们的迅哥长得差不多的这么一个情况 那首先呢 我们先把我们的五官大致上捏成我们周迅的这么一个五官 我们捏脸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就是慢慢的捏 然后慢慢的修改这样子 我们一开始呢 可能就是不会那么的相似 但是在修改的这么一个过程中 我们会越来越相似 那她的眉毛呢 我是想参照她在《龙一传》里面的这么一个眉毛 比较细比较古典 然后她的眼睛呢 是偏圆的 大而圆 然后并没有靠得很近 其实周迅的五官还是由冷角分明的 就是因为有这些冷角 所以让她的整张脸看上去非常 就是有元气上瘾的感觉 那这款皮肤细节呢 就比较适合我们的周迅 就有种古灵精怪的那种 亚洲小美女的感觉 我们眼球就是放的稍微大一点 这样子就显得眼睛就稍微大一点 就不一定一定要把眼眶放大 把眼球放大也有这种效果 我们的嘴巴也是要有那种扁扁的感觉 但不能太扁 只不过就说在她的脸上 不能够放特别厚的嘴唇 那我们就不加眼影了 加了眼影就不像她了 就缺失了那种古灵精怪的少女元气感 那睫毛可以增加她的少女感 可增加她的那种古灵精怪的感觉 天哪我词穷了 我不知道该用什么其他的词去形容 然后我们稍微加一点点眼线 但这种眼线不能够 就是有特别实的颜色 那我们要加一点腮红 那腮红不能够加的太重吧 就是鼻子上可以加一点就可以了 那周旋一般性的一些唇彩的颜色 它的饱和度没有那么高 真的是就适中 然后就是珊瑚色或者橘色为主 如果是粉色的话 在她脸上就感觉非常的俗气 我是不是应该再把脸再拉宽一点 还是怎么样的 还是说现在这样的就可以了 我们看一下侧面 就是鼻子往下不太像 我们把上嘴唇稍微往前轻一点 然后下嘴唇往后拉一点 那现在我们的周旋的长相呢 至少有70%到60%是相似了吧 那接下来呢都是一些微调 那就是各方面都要微调一下 这样子就把相似度再往上拉一点 这样子就感觉鼻子稍微像一点 脸上加一点雀斑 我知道周旋脸上没有 但是作为一个模拟人生的 一个捏市民的这么一款游戏 我觉得加一点雀斑这样子更加真实吧 我们现在先加发型 先把发型加上去 然后我们再来微调 那发型这一款呢 就是古灵精怪的感觉 比较少女感啊 这样就适合她的一个脸型吧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眼睛再往外面拉开 就眼距再拉开一点 然后眼睛再弄大一点 然后我们的下巴不要那么的长 那下巴一长就感觉很成熟 这样子就像她了 是不是就下巴有点翘翘的感觉 然后嘴巴便便的 鼻子挺挺的 而且你下巴就是 拉短了之后呢 你整个脸就看上去 然后圆一点 圆一点就更加的年龄就显小 不知道大家对这个结果满不满意 是不是还需要再改哪一点呢 我现在想不出来 那我们现在就让我们捏的模拟市民周勋 他的名字叫周勋 让他来摆几个姿势 让大家看一下 就是各方面360度像不像 就是有哪个角度是真的更像周勋 哎这个箱呀 就是头往上抬的箱 为什么他有几个侧脸给我一瞬间的感觉有点像王立坤啊 我一直在想还有哪些脸部特征 就是可以稍微再改的像一点的 有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这样啦 那希望大家喜欢这支视频 我们下一支视频再见 拜拜 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